有什么让一个阿尔盖达恐怖呢? 就是有两个阿尔盖达了 话说 上一集我们已经玩了牛头了 不过有些观众留言 很快已经解释到什么玩法最核心的真体 就是我们每次玩一些很传统的游戏 都会加一些我们自己的版本给自己 一开始已经自己研制了一个玩法 这玩法是因为我不太理解真正的玩法 而是自己变出来的玩法 上次Brian也解释了什么是正常玩法 今集不如看看临度版本的一个变态版的玩法 首先 通常来说四个牌放出来 就会翻出来 就会看到有不同的鲜流次序 不过 有些人就会说 我应该要排回顺次序 有些人就说不用排 但是我们这个玩法 必须要排得最顺序的 为什么呢? 假设到这个情况下 你拿出这些牌出来 扔出来之后 你发觉 是爆了煲的情况下 你一定会想到 我当然是吃哪一行最少呢? 一眼看到这里是最小的 你只得五只鹅头 你当然是意外不说 把这些鱼拿掉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玩法 你的数据 它在哪个位置要输? 硬食地在哪个位置要输? 譬如放这些九十五 你一定会输这一行 如果跟别人 我拿着这八十三的 就代表我一定要输这一行 就变了衍生规则就是 最终应该是怎样吃法 没有了那种很强的战术性的吃法 反而重点在于 你怎样出牌 就是你很多时候 以为自己不用输的情况下 是因为我这个硬性地跟着每一个顺次序的规定 而令到你硬输了很多阶段 大家感受了这个玩法之后 是不是觉得 跟原本的版本很不一样? 基本上 每个人都说玩完这个玩法 是会觉得 难玩了 规限多了 变态了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不如一起看看一班的实战吧 嘩,是我们... 之前也说过了 牛头王除了说基本之外 我设计了自己的方法 刚才大家看了这一刻 我们就找人来试试这个家庭人玩 看看有多邪恶 先跟大家说一下Hello Hi Hi 好惨,我可以哭不哭 我输了,我准备吃完 好了,很惨 这件事,有人拿回答了,别想了 我不会输的,我吃饱了 吃饱了是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套 好了 同样地把我们选中的牌 一起放在桌面 一齐啊 什么?开始了吗? 还没有吃饱了 放下来,举手不回 举手不回 我心里还没做什么 我看自己的咸咸 没错,我说的算了 OK,OK 好了,七七个来 预备了,小圈喜欢吃多少 准备3,2,1 是 1,2,1 等下来,谁先 12,13,14 哇 哇 又去到 哇 哎呀,没事 哎呀呀呀 46是谁 46是谁 正常第一扣很难出事 第一扣都中的 全是世界上天才来的 你不要这么说 哈哈 可能是两扣没有 三扣 我有压力 你有压力 你干什么挑衅我啊 试一下 32 32 33 36 47 47 没问题 48 没问题 55 哇 哇 有什么 是你吗? 你说你很饱 我不会输的 我吃饱了 你吃 你吃就吃的 这么大 看这个多大 看这个多大 我帮你数吧 7 8 9 10 11 1 你已经写11 我以为牛是用磅数来的 已经写11磅了 哈哈 这么大一个 我贴上去 47 77 78 哪个 哪个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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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假扮 你不要假扮 我们的逻辑 这个是要硬吃的 拜拜 我吃饱了 吃 整天有什么 22 哇 26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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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错了 哈哈 我看你27是很安全的 我看你27是很安全的 谢谢你啊 好啊 五盒一盒 一起吃 一起吃一盒 好啊,恭喜你 我是85 我是51 你一人一盒 在這個時候就不可以做 好像8點多一點 我知道大家同樣 我也很想 好多啊 39了 42 48 這麼大 不不,他84 我84,sorry 好,算 你冷靜一點 我們是網上數的 所以你是計算行 是啊 是啊 不要裝模仿 想著裝模仿 偷偷你吃了那一盒 我不是那一盒 你有點不妥 你看 你看你贏命的 當然要多吃點牛 好像只有你味有牛 對,為什麼會有牛 遲早也會有 將來 我相信會得到更多 拿著吧,完著吧 我不應該這盒最後出 沒事 我也不認識 應該讓人吃 你放一隻四 最後死是什麼意思 就是最後死 就是最後死 什麼來選擇 然後是我 34 然後50 是我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這麼多同分結 這麼多 這麼多 這一行連續 一回合中 這件事 恭喜你 真的 算分時間 不用算 幾分 八幣 3 3 3 23 你記得23 21 22 23 你吃了這麼多 22 23 這件事 幾天我最多 幾天你最多 21 22 OK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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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第一屆 恭喜你 恭喜你拿冠軍 哇 不要再近一點 哇 你四代就給你 翟西 你剛才輸了 嘩 嘩 想怎樣 什麼 我告訴你 按照這個排局 大家是會想進辦法攻 第一個 這個局勢太危險 所以我一開球 3、2、1 很保險 當然是保險 我把你拿1來死 最保險 死硬的 遲死過早死 我和你的想法都是一樣 早死過早死過 對不起 之後到我了 81 這回合都是犧牲的我一個 沒事的 只有1隻 7 7 58 59 他們60時候 推開他 59 我投了一件 恭喜你 好愛 好愛 死我 原來 原來 吃開真的有錢 5隻 換3隻 吃了 99 5隻換3隻 哇 哇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哇 好逼的 糟糕 我們看看小Key 先出錯了 3、2、1 真的出錯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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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你 我都說Boni是阿爾蓋達 我全排都是 全排 29 30 30 咦是你 喂呀 千算萬算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有一點點 這裡都沒有10分 小Key你還說出錯 你都沒有 嚇死我 對呀 囂張呀囂張呀 現在的人囂張 又是 兩個叮噹碼頭 喂 好快 65 又是好嗎 又是你呀 阿Boni和澤西他們誤會了這次的玩法 他們以為是鬥吃得多 3、2、1 你覺得你不是很淺嗎 哈哈 不是 澤西 我想代觀眾問問你 為什麼到最後的樓盤 就是不是最後呢 哈哈 你什麼玩法呢 我想問 等待時機 哈哈 你才看 就是他拿了一隻4 是不是這樣 就是他有隻再小一點 什麼事呀 24 好呀 試一下 看小Queen 看看小Queen 是不是真的一隻都不用吃 讓你看 哈哈 哈哈 奇怪 所以他不停自殺 但永遠都來 有什麼 有什麼被一個阿爾蓋達恐怖呢 就是有兩個阿爾蓋達 嘩 嘩 小Queen真的沒有 大家的分數少 就是剛才那兩三隻 那些 就很常見 但一隻都沒有 小Queen 對呀 34 嘩 你也很厲害 在我們這麼激烈的對方之下 他都超過30分 真的很厲害 超飽 我其實已經給你機會複場 你還輸得這個時候 對呀 我真的給你了不到 真的 真的 爆不爆啊 超爆 應該 爆了 Bonnie就不要比阿爾蓋達 他死了很多次 是啊 他自殺式的 他自殺完再爆 再爆完再爆 然後回來再爆 我覺得只要是Bonnie一邊玩牛頭的遊戲 我都很難會輸 對呀 他們就是阿爾蓋達 阿爾蓋達2號 好了 這個遊戲 其實可以不停地循環地去玩 但是 我相信觀眾看夠了 因為 你還是看著那兩個樹 你看著小片 很自滿 不停地贏 我看不過眼 所以決定停 這遊戲到現在停了 OK 大家可以比較 上次Brian老師教我們 牛頭和的基本玩法 還有我想到自創的 比較恐怖的玩法 大家要留意一下 哪個玩法 你喜歡玩的 可以在影片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 你又想到一些新的玩法 不妨告訴我們 等我們有什麼玩法 繼續去玩不同的遊戲給大家 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想有什麼遊戲 叫我們一起玩的話 歡迎留言 讓我們展示多些遊戲 或者想到一些新的玩法 給大家看 下次再見 各位 各位玩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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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贏了 你還要是一隻都沒吃 你不要減肥 你很瘦 撞彩 最近走運 不是 你所有運氣都用完了 還沒有 還有很多 接下來 我要複場 我覺得 我不是去到這個地步 我會贏 你要贏嗎 其實我打算讓一下 不輸一下怎麼贏呢 我打算吃少一點 第二次 然後再吃多一點 因為我那時候 看到自己最多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感覺 但想不到 最後再輸多一點 我覺得威力加強版 是刺激很多 我已經不是輸的話 我已經當自己贏了 傷態很好看 是So Serum的金句 只要你不覺得自己是輸 就已經是贏了 是啊 因為有個朋友 寫名寫錯了 所以就變了奇 沒有啊 我覺得這個好玩一點 我帶了一個朋友來 所以他就很聰明 是啊 我身邊最蠢的朋友 因為他 特意帶他來 陷阱 首先第一件事 我知道只是玩舊款 第一次試新款 就馬上需要貼地 失敗是成功過媽媽 所以我失敗一次 失敗有貼地 第二次就成功過媽媽 但是成功了之後 你又不讓我急流勇退 我玩這遊戲是有策略的 就是自殺 但是誰知道有人自殺得比我更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我第一次是很成功的 自殺性 我第一次是輸五隻牛 你算了也會成功嗎 你算了也會成功嗎 幾分啊 那些一隻都沒有 不是啊 這隻叫雞子 不會 我不想玩 千萬不要 不要啊千萬不要啊